顾锦芝答应帮顾宣芝的忙 先稳住了她 她想在宣哥和母亲之间搭桥 让这件事双方都满意 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 若鲁莽行事 把事情都抖出来 只怕总有一方不满意 将来娶了媳妇 不是母亲生气 就是宣哥不愿 自古和其关系就很难相处 偏了这些 只怕更加难处 而夫妻关系也不容易尽善尽美 既需要父母的祝福 也需要两人心甘情愿地过日子 假如有一方不满意 将来家庭不和睦 而现在 他们又不像后世可以分家 孩子们搬出去单过 父母和孩子们定要住在一处 家宅伯母早晚是要出事的 顾锦芝必须帮这个忙 宣哥是顾锦芝看着长大的 像他的孩子 他要徐徐徒之 当天和宣哥聊完之后 顾锦芝哪里也没有去 他留在家里陪着自己的孩子们玩 天气不太好 阴阴的 寒风速速 可能是要下雪 顾锦芝和孩子们都怕冷 不敢出去 待在正屋里 他教孩子们猜眉 踢剑子 踢了一会儿剑子 顾锦芝和孩子们都有点累 就开始玩猜眉 小时候 顾锦芝和宣哥 秀哥 最喜欢玩猜眉 他想了想 叫丫鬟们 去把宣哥请了来 宣哥急匆匆赶来 斜了履履寒风 他估计以为是他心上人的事 顾锦芝笑着道 我想着 反正你也不看书 搬在家里做什么 咱们菜没玩 咱们小的时候 用金瓜子做赌注 我的金瓜子都不知去了哪里 你那里还有吗 琪姐忘了 你都留给我了 宣哥笑的 他吩咐丫鬟们回去说一声 就说我要金瓜子 紫苑知道在哪里 他的大丫鬟叫紫苑 片刻 他的大丫鬟紫苑 亲自送了个荷包来 宣哥把荷包里的金瓜子 倒在炕井上 小巧又饱满的金瓜子 黄灿灿的 精致有趣 人的燕山和燕影 万万眼缠 两人都眼巴巴的看着 燕影趁顾锦芝不备 悄悄拿手去摸 这是什么呀 娘 燕山问 燕影学舍也问 这是什么呀 娘 顾锦芝把金瓜子 放了四份 笑的 这个就是金瓜子 咱们就用它来猜眉 他们猜眉 都是简单的 猜单双数 不需要用古言古诗来做称 完全是瞎懵 顾锦芝把金瓜子的来历 说给孩子们听 这是他和宣哥小时候 最喜欢的游戏 他们一开始用瓜子猜眉 然后母亲替他们打了这些金瓜子 哪怕是瞎懵才单双 在这个娱乐极其稀少的年代 也是颇为有趣的 后来 他们干脆分成了两对 顾锦芝和燕山一对 宣哥把燕影抱在怀里 燕山运气比较好 每次猜都能蒙着 燕影运气就不佳 最后燕山这边的金瓜子 比燕影那边多 燕影不高兴 嘟嘴不悦 他趁着燕山不备 偷偷抓了一把过去 宣哥大笑 顾锦芝也笑 道 燕影把东西还回来 赢要赢的光明正大 输也要输得磊落大方 燕影却不懂这些教条 他紧紧把抢过来的金瓜子 攥在小拳头里 带着哭腔道 娘 这个是我的 哥哥有很多 让哥哥给我 燕影不以为意 看了眼抗击上的金瓜子 竟还剩下不少 便道 娘 给二弟吧 燕影一手没抓几个 顾锦芝亲了亲燕影的头顶 笑道 燕影是好孩子 然后又对燕影道 你跟大哥说 多谢大哥 以后要什么 问大哥要 不能这样抢 燕影扭念的身子 不情不愿低声说 嘻嘻大哥 那以后还抢不抢了 顾锦芝又问 他扳起面孔 看着燕影 燕影到底只是个四岁多的孩子 见母亲搬起脸 他有点胆怯 连忙道 以后不抢 娘 我以后不抢了 顾锦芝笑 燕影最会缠言观色 见顾锦芝笑 他立马跑过去 也往顾锦芝怀里钻 游戏就止住了 轩哥看着顾锦芝的两个孩子 都在他怀里搭滚 顿时想起自己小时候 他和八哥也经常这样 在七姐怀里搭滚 那时候他很嫉妒卢阳王 如今 七姐真的成了卢阳王的妻子 还替他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时间匆匆 改变了彼此的英容笑貌 他有点怅然 顾锦芝看在眼里 问他 怎么 唉 小时候我和八哥 不准王一靠近去姐 也经常像这样 轩哥感叹道 顾锦芝笑 他伸手摸了摸 还了两个孩子的脑袋 对轩哥道 是啊 过得可真快 说着话 朱仲军就回了家 轩哥要起身告辞 我们也去那边用膳 一起过去吧 朱仲军笑道 轩哥略坐坐 等我换件衣裳 顾锦芝放下孩子 让他们跟着轩哥 自己进去 投示朱仲军更衣 而后他见朱仲军 头发有点散 要替他梳头 朱仲军就坐下 日游顾锦芝拨弄他的头发 他突然笑着 对顾锦芝道 轩哥小时候可讨厌我 总说我霸占了他姐姐 他如今看到我 还是不自然 那小子可真记仇啊 虎说八道 顾锦芝笑着 在他头顶轻轻敲了一下 朱仲军就不顾丫鬟们在场 也不顾轩哥和孩子们就在外头 猛然拉过顾锦芝 让他坐到了自己腿上 就要亲吻他 顾锦芝躲开 却被朱仲军捉了个正招 他狠狠锁住了顾锦芝的唇 半晒 顾锦芝才推开他 出去一趟 是谁家五娘拨动了你的心 回来拿我消遣 顾锦芝见他一脸动情的模样 笑着问他 周仲军捏他的鼻子道 你瞧我 这是补偿我的 顾锦芝从他腿上溜下来 按住了他的肩膀道 好好的 在胡闹 对你不客气 怎么不客气 朱仲军暧昧地问 顾锦芝在他胳膊上掐了一下 朱仲军故意疼得呲牙咧嘴 丫鬟们都低垂着脑袋 不好意思看他们 半晒 顾锦芝才给朱仲军梳好了头发 替他挽了预簪 两人从内室出来 孩子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朱仲军 朱仲军一把举起了燕衫 抱在怀里 燕影就在旁边 看着朱仲军抱了燕衫 他就使劲拉出朱仲军的衣筋 道 爹 爹 他也要抱 朱仲军放下了燕衫 把燕影抱在怀里 顾锦芝去看了看燕衫 见他醒了 也带着他出门往顾宅那边去 外头起了风 天色渐暗 脸颊冻得有点僵 门口准备了两辆轻微小油车 大家分别上车 朱仲军带着燕衫和燕影 顾锦芝就抱着燕衫和轩隔乘坐一辆 顾锦芝略有所思 今天燕影的表现 让顾锦芝心里深深思虑起来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 就问轩哥 燕影有点吃毒食 可是 顾锦芝和朱仲军亲近燕影的时候 燕衫总是很乖站在一旁 并不见他非要拉扯着 让父母放下燕影陪他玩 燕衫很懂事 疼爱弟弟 懂得亲让 而燕影就不同 只要是燕衫的东西 燕影都想要 而父母的疼爱 他几乎要全部霸占 朱仲军多对燕衫好一点 燕影立马就吃醋 顾锦芝觉得燕影养得有点蛮横霸当 他问顾宣芝 毕竟横观者亲 顾宣芝去笑了 答 我小时候看姐夫一百个不睡眼 孩子都这样 谁也不想自己和别人分东西 燕影有点吃毒食 可孩子们都如此 妻姐无需担心 倒是燕衫 小小年纪 沉稳得很 真懂事 顾锦芝笑 他和朱仲军 前世的亲生儿子 只有容南 后来 顾锦芝捡了淮南回来 因为是女孩子 容南比顾锦芝还要疼她 顾锦芝知道小孩子 的确会争宠的理论 却没有见过 所以他不敢肯定正常的 他也知道 轩哥未必比他清楚 不过是自己纠结 找个人说句话 轩哥的话 并未给顾锦芝太多安慰 燕影的行为 是属于小孩子正常的范围 还是已经失了准头 顾锦芝仍拿捏不准 顾锦芝和轩哥小时候 从未在父母跟前争宠过 轩哥的话 并未让顾锦芝心里 轻松些 在顾家吃了晚膳回来 他认真把这件事 告诉了朱仲军 这个年代和后世 还是有些不同的 像将来 朱仲军的爵位 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要是孩子们这样争起来 只怕会豁起肖强 燕影这种世事都要争的性格 必须早改 朱仲军却笑起来 哈哈 燕影才多大呀 男孩子总是晚 他不过才四岁 正是孩子最天真浪漫的年纪 知道什么是吃毒食啊 有点儿争 也是因为燕山敦后慷慨 事事让着他的 你太大惊小怪了 顾锦芝 却立马板过朱仲军的脸 让他看着自己 千里之堤 会鱼已穴 这些小事 所以遇见将来孩子的品性 不加以制止 越演越烈 等他长大再管 就来不及了 朱仲军 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 说吧 他顿了顿 猛然就明白了什么 朱仲军根本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任谁都能明白 他是别有用心 我和大家吧 你不及了 你不及了 你的并不及了 你的并不处 一只就可以了 你不及的 你不及了